这是杨玉环第一次面生 仅仅一个照面 就要把公公唐玄宗李龙基的魂 给勾走了 真是居住美人啊 这话说的就差流口水了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毕竟人家是你儿媳 武慧妃忍不住开口提醒他 李龙基这才反应过来 赶忙让小夫妻俩起身赐作 孟儿啊 你可真是好夫妻啊 这话明显很酸 说是恭喜儿子 可李龙基心里怕是后悔的不行 早知道就不那么早答应这门婚事 如今倒是便宜儿子抱得美人归 越想李龙基心里越发不是滋味 盯着垂头不语的杨玉环 一阵猛看 活生生看得玉环心里发毛 武慧妃见此心里锦银大作 这老家伙什么意思 不会是看上自己儿媳妇了吧